据统计美国每年约发生上百万件暴力犯罪 那在大家观看视频的这段时间 又会发生怎样的暴力事件呢 还记得那群面无表情的面具人吗 林中小屋中头戴白色娃娃脸面具的一家人 屏住呼吸 没错 他们又回来了 茶楼今日准备特制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陌生人》第一章 2024年美国俄勒冈州 玛丽和男友瑞安正享受美好的旅行时光 今天是他们恋爱五周年纪念日 陷入甜蜜回忆的小情侣 全然忘记正行驶在路上 只顾着表达对彼此的爱意 突然传来尖锐的鸣笛声 瞬间拉回二人的理智 慌乱中 瑞安只顾着踩刹车 但好在对面车辆反应及时 车主气愤地对着二人怒骂 毕竟是他们有错在线 二人没过多言语 心有余悸地再度启程 这时 玛丽注意到瑞安呼吸急促 担心哮喘发作 她忙掏出吸入器 随着药进入体内 瑞安逐渐平静 二人跟随导航一路深入森林 手机信号也逐渐微弱 四周荒芜人烟 玛丽和瑞安竟还在车内 兴致勃勃开玩笑 此刻的他们全然不知 会遭遇怎样的不幸 玛丽注意到路旁的标志牌 得知这个偏僻的地方名为金星 二人在餐厅门口停下 这时 不远处两名修车员正盯着他们 玛丽和瑞安刚踏入餐厅 屋内的人便投来好奇的目光 二人尽力忽略这种不适 但好在随着他们落座 打亮的目光也随之散去 点餐时 当听到玛丽是素食主义者时 服务员有些轻烈地笑 但二人并未在意 玛丽打却瑞安吃得过于油腻 可她开玩笑道 纪念日就该放肆一把 这番话被另一桌客人听到 今天恰巧也是他们的纪念日 女人热情地介绍自己 并询问玛丽与瑞安结婚多久 得知二人相爱五年并未结婚 前台女人当即展开嘲讽 她追问瑞安 不求婚在等什么 却被瑞安巧妙岔开话题 玛丽闻言与她相视一笑 结账时 玛丽发现墙上贴着寻人骑士 服务员解释 这男人同样来自外地 在餐厅吃饭后就不见踪影 二人闻言并未放到心上 随后上车准备离开 可谁知就一顿饭的时间 车子竟无法正常启动 就在这时突然窗外出现一张脸庞 二人被吓得瞬间呆住 只见男人介绍自己 是附近的汽修工 一番检查后 他告诉二人缺少配件 最快也要明天才能修好 玛丽不宜有她 询问附近哪可以住一晚 汽修工提议可以在网上租房 一旁的服务员解释 林中有位猎户桥 出狩猎时机都会出租房屋 这时一旁沉默许久的瑞安直言 那些人就是骗子 她只觉得这一切太过巧合 可不等说完 玛丽连忙阻拦 她认为瑞安不该随意指责 随后直接一口答应 瑞安无可奈何只能陪同 服务员提出 她会将二人送到木屋 可就在他们转身准备出发时 身后竟站着两个青少年 愣愣地盯着二人 瑞安吻了吻心神 询问青少年们有什么事 随即一本宗教宣传册被塞入手中 此时男孩询问二人是不是罪人 这令他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好在一路上美丽的自然风光 冲淡二人心里的不是 他们翻找到房东藏匿钥匙 推开门 屋内的装饰温馨又漂亮 这令二人十分开心 晚餐时 瑞安发现冰箱损坏 玛丽找到房东留下的联系方式 随即留言请她前来修理 夜间的森林翻涌着白雾 二人依偎坐在院中 玛丽享受着这片安静祥和的时光 只觉得惬意极了 她和男友闲聊着日常趣事 话语间夜色渐浓 二人的气氛也越来越暧昧 然而就在此时 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他们不得不前去查看 瑞安打开门 直线走廊一片漆黑 她依稀能辨认出是个女孩 对方询问塔玛拉是否在此 瑞安随即否认 可谁知女孩仍站在原地不肯离去 这古怪的举动 让二人生起不祥的预感 但好在下一秒 女孩便转身离去 瑞安好奇她 如何来到这偏僻的木屋 远远望去 直见女孩就站在路口 瑞安抬手 宁静走廊的灯泡 但当她向远处看去时 女孩竟消失不见 瑞安转身紧闭屋门 她只觉得是青少年的鬼把气 没在多想 随后屋内响起悠扬的音乐 二人窝在沙发上 回忆着之前的旅行 瑞安突然谈起五年前失败的求婚 玛丽只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但她深爱瑞安这事毋庸置疑 瑞安闻言倍感幸福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咳嗽起来 正当瑞安翻找吸入气时 一旁的玛丽却突然想到 自己将其落在车上 瑞安安慰她没有关系 自己注意到院内有摩托车 她却拿回来就行 还能顺便带些食物 留在小屋的玛丽正和好友通话 分享着今天的经历 二人聊得正欢 可这时 屋外突然传出物品掉落声音 玛丽以为是瑞安回来 忙放下手机起身查看 可窗外空无一人 但就在这时 屋外又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敲门声响起 玛丽呼喊着瑞安的名字 然而并未得到回应 她试探地向猫眼看去 可门外空空如也 此时门外再度响起声音 玛丽直言这里没有塔玛丽 她再次向猫眼看去 想确认女孩是否已经离开 可谁知女孩竟抬手遮住猫眼 这古怪举动让玛丽焦急万分 她隔着木门仔细辨别门外的声音 玛丽试探地看向猫眼 并未见到任何人的身影 她抬手将锁扣紧 但就在玛丽以为女孩已经离开时 敲门声睛再度响起 仍是相同地询问 玛丽的不安越演越烈 全然没注意到 一个黑影从她身后走过 玛丽没再出声 直到听见离开的脚步声 她胶着的神经终于得到些许放松 破戒地希望瑞安快些赶回 玛丽回到沙发 却意外发现手机消失不见 她到处翻找 随后在唱片处发现手机 刚走上前去 就在这时 又突然隐隐传出歌谣声 玛丽大胆走去 但不仅什么都没发现 甚至还不小心碰到水槽开关 自己将自己吓了一跳 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屋外再度传出奇怪的声响 玛丽向屋外探去 可除了咕咕乱叫的鸡 临终再没别的身影 她忙给瑞安留言 希望快些回来 这一系列的怪异事件 让玛丽的神经高度紧张 她掏出烟 以此来缓和情绪 与此同时瑞安来到车边 她刚拿到吸入器 突然哐当一声 只见气臭员拿着扳手走来 她误把瑞安当成偷车贼 瑞安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妥理声道歉 随后她前往餐厅 又遇到白天店内的客人 他们热情地邀请一同喝酒 可言语间却难掩嘲讽 瑞安对此毫不在意 她委婉拒绝后 在一旁等候自己的食物 这是老板递给她宗教宣传册 瑞安以自己有一张为由 谢过老板的好意 与此同时 瑞丽正弹奏钢琴等待瑞安回来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但当她转身看去 又并不异常 悠扬的琴声再度响起 可瑞丽浑然不觉 身后一个蒙面人正盯着她 随后 瑞丽前往浴室洗漱 热气挣腾 温暖将瑞包围缓和紧绷的神经 然而蒙面人竟悄然到来 瑞丽似有所察觉 但她回头望去 走廊却空无一人 瑞悠心冲冲 可谁知祸不担心 她正吹干头发 突然咔嚓一声 整栋房子陷入黑暗 紧接着屋内传出物品掉落的声音 瑞丽拿起手机寻声走去 但屋内并无异常 谁知下一秒 身后突然传出水声 这令瑞丽的神经瞬间紧绷 她迅速回头查看 却仍什么都没发现 当物质集是恢复店里 瑞丽急忙翻找电闸 意外在柜里发现奇怪的面具 瑞并未多想 终于 她在走廊尽头的柜中找到电闸 然而就在瑞丽即将打开时 却不慎将手机掉落 她刚起身 一个戴着奇怪面具的人赫然出现 瑞丽被吓得大惊实色 迅速向楼上逃去 躲进杂物间 狭角的空间内她无处躲藏 只能抱紧自己窝在角落 门外的脚步声逐渐清晰 缝气间露出屡屡光线 一个身影倒映在地板上 玛丽惊恐万分 生怕下一秒面具人破门而入 不料随着门把手的转动 竟使瑞丽站在门外 玛丽见状破到男友怀中 哭诉自己刚受到的惊吓 她怀疑屋里有人闯入 在瑞丽的安抚下 玛丽逐渐情境 二人决定先去打开电闸 光明地道来让玛丽松一口气 她向瑞丽细讲出面具人恐吓自己的事 但在听到玛丽对面具的描述后 瑞丽坚信是抢上的话吓到玛丽 除此之外 都是吸烟带来的幻觉 玛丽闻言默不作声 就在此时 敲门声再度响起 瑞丽安背着频繁的骚扰惹恼 她愤怒打开门 只见女孩远远站在路口 瑞丽安大步走去 也有一件威胁不要再来恶作剧 女孩健壮转身就跑 玛丽仍忧忧忧 瑞丽安安慰不必害怕捣蛋的青少年 拽着玛丽去吃饭 唱片机再度响起 动听的音乐传出 恐怖的氛围烟消云散 瑞丽安正大口地啃着汉堡 番茄酱滴在盒子上 玛丽正打去她吃的到处都是 可就在这时 一滴鲜血落在盒上 紧接着一滴又一滴 这让二人疑惑不解 他们抬头向天花板看去 赫然看见一只鸡悬挂在上 吓得玛丽高声尖叫 她怒吼瑞丽安刚不信自己的话 埋怨没用二人忙关紧门窗 但就在玛丽锁门时 突然一把斧头破开门板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玛丽尖叫呼救 瑞安闻声连忙赶来 此时 头戴马带的男人 正隔着缝隙看着二人 随即再次扬起斧头 誓要砸烂这破墨门 玛丽和瑞安忙躲入屋内 用柜子抵住门 屋内的窗户也被钉死 再无别的逃生路 二人只能无处地缩在角落 这时 杀手纷纷现身 他们像是一家三口 妈妈和孩子戴着奇怪的面具 父亲戴着马带 此时孩子弹起 刚才玛丽演奏的曲子 屋内的玛丽听到这 随心明白 之前的一切都不是幻觉 就在瑞安意图靠近门口时 马带男突然赶来 一抚劈断木头 但就在二人以为 他要大开杀戒之时 他竟只是站在那 随即转身离去 玛丽和瑞安盯着门 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琴声戛然而止 随着房门砰的一声 二人猜测坏人已经离去 就在这时 瑞安突然响起院里的摩托车 他们可以借此离开此地 二人小心地走出屋内 发现手机被砸坏 还画上诡异笑脸 来不及多想 他们赶忙向院里跑去 可就在他们跑道时 却见车突然爆炸 火光冲天 二人被气流冲倒在地 只见头戴麻袋男人 正隔着火望着他们 玛丽和瑞安来不及多想 二人一路逃到卫生间 瑞安尽可能翻找趁手的工具 这句话提醒玛丽 她想起护主会打猎 说不准某地就放着枪支 二人将目光索校院里的棚屋 话音未落 唱片机再度传出欢快的音乐 杀手再次回到屋内 慌乱中玛丽发现通风管道 二人连忙钻入 内部空间狭小 只得匍匐前行 然而就在这时 玛丽不慎被钉子刺穿掌心 钻心般的痛苦令她发出声音 然而这声音被面具女听到 她寻声走来 头顶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紧要关头 玛丽和瑞安屏住呼吸 但好在面具女 只是饶有兴致地弹弄钢琴 随即便转身离开 听到离去的脚步声 二人轻松许多 瑞安心疼地看着自己的爱人 可她不得不狠心将钉子拔出 为玛丽简单包扎伤口后 二人沿着管道顺利爬到院内 发现不远处就是棚屋 他们警惕地观察四周后 随即跑向屋内 可谁知 瑞安竟被绊倒在地扭伤脚踝 身上的吸入器也不慎掉落 可瑞安对此浑然不知 在玛丽的搀扶下 二人总算是到达目的地 屋内漆黑一片 玛丽掏出打火机 但一蹴火苗 竟映照出三个人的面庞 玛丽和瑞安 谁也没有注意到面具女的到来 这一瞬间 她便再度消失在黑暗中 二人借着火光在屋内搜寻 瑞安刚翻找到一把锄头 正安慰自己有比没有强食 屋外突然传来异响 顷刻间 二人摒弃凝身 可等待片刻在屋一样 此时的瑞安疼痛难忍 他不得不坐下休息 二人就这样窝在角落紧紧依偎 忽然瑞安注意到屋内有阁楼 他决定自己上去查探一番 然而就在这时 面具女悄然出现 将瑞丽吓得连连后退躲在窗角 可紧接着 麻袋男抬手大破玻璃 死死累住瑞丽的脖子 就在这危急关头 突然传出的枪声将杀手们击退 原来是瑞安及时赶到 他刚在阁楼上找到枪支和弹药 有了武器的二人 大着胆子向木屋走去 听到走廊处传出声响 瑞安以为是面具人在此徘徊 他架起枪支一鼓作气 立即将门口的男人击毙 然而正为此高兴时 玛丽却发现男人竟不是杀手 没有面具还带着工具箱 他只是赶来修理冰箱的房东 这一事实令瑞安难以置信 但当他看到地上的车钥匙时 忙拽着玛丽向车上逃去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玛丽意外在车上发现手机 还不等他拨通 一块砖头砸破车窗 不远处 面具女和女孩正盯着二人 瑞安健壮随即启动车辆逃离 可就在此时 玛丽男竟开车撞来 一次又一次的撞击 二人的车辆严重变形 瑞安的腿被卡在车内 但一旁的玛丽顺利从车窗逃走 她拽着瑞安的手向带她一起逃离 可玛丽男仍不停的攻击 瑞安清楚知道自己无法离开 便让玛丽快快逃离此地 情况紧急 玛丽只得转身离开 这时 瑞安举起枪准备反击 然而玛丽男却不见踪影 可就在下一秒 扶头竟迎面看来 瑞安找准时机迅速开枪 却被玛丽男躲开 随即转身向临终跑去 瑞安健壮不断拉扯 终于拔出卡住的腿 她捅破前玻璃 顺利逃离汽车 与此同时 玛丽疯狂向前跑去 身后的女孩穷追不舍 玛丽顺波而下 用落叶掩盖自己的身体 只见女孩越走越近 她站在上面 仔细地审视脚下的土地 玛丽死捂住嘴巴 屏住呼吸 不敢发出轻微声响 直到女孩转身离去 她才长出一口气 随即玛丽拨通救援电话 可她不敢大声说话 信号也十好十坏 她只得高举手机 希望能有所改善 然而就在这时 玛丽突然发现 身旁竟躺着一具尸体 她吓得惊声尖叫 随即回过神来捂住嘴巴 玛丽尽力说清自己的位置 只听电话那段说会找到她 话音刚落 通话便断开连接 玛丽只得再次逃跑 她警惕地环顾四周 然而女孩就站在身后 玛丽刚一转身 还来不及反应 便被砍倒在地 随后女孩拖着玛丽离开 口中还哼着歌谣 对此尚不知情的瑞安 在森林中呼喊玛丽 她突觉身体不适 奔着口袋却发现吸入器不知所踪 只得躲在废墟后 捡起地上的水瓶 扭转平身后 深呼吸来缓解哮喘 可这一连串的声音 竟将麻袋男引到附近 好在她并未发现瑞安 浑然不知的瑞安 再次在林中逃跑 还时不时呼喊着玛丽的名字 面具女纹身赶来 这次瑞安先一步发现对方 用枪抵住面具女的后脑勺 替她放下武器 说出玛丽的下落 可是这面具女纹 严扔掉武器后 如同邪碎附身 做出奇怪的举动 全然不怕瑞安的威胁 甚至放声大笑 瑞安看着眼前的疯女人 还来不及问出更多有用信息 便被文身赶来的 麻袋男击倒在地 唱片机再次启动 传出轻快的音乐 屋内二人被绑在椅子上 动弹不得 玛丽轻声唤醒瑞安 尽管死亡不断逼迹 但此刻爱人陪伴在身边 不知道算不算不幸中的外星 她自责觉得遭遇一切 都是自己的错 瑞安文言不停安慰玛丽 许是预料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她突然开口向玛丽求婚 玛丽文言未留满面 当即同意 然而下一秒 一把利刃刺入瑞安胸膛 只见三个面具人就站在面前 麻袋男还玩弄着手中的斧头 她走上前来 一脚踹翻瑞安的椅子 瑞安应声倒地口吐鲜血 玛丽历声质问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只听女孩说 玛丽文言气不成声 这时 一旁的麻袋男拿着尖刀缓缓走来 此时 玛丽以万年俱灰 看着眼前的男人 甚至出言挑衅 话音刚落 利刃便刺住玛丽腹部 玛丽男看着痛苦的她 竟抬手为玛丽擦去眼泪 然而下一秒 抬脚便将她踹翻在地 就在三人准备下一步行动时 突然传来阵阵警笛声 三人顿觉不妙迅速驾车离去 不久后的雨夜 窗外电闪雷鸣 将冰城上的玛丽吵醒 她仍未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随着玛丽缓缓起身 竟看到麻袋男 正躺在一旁盯着她 本片完 《陌生人》第一章 是202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 本片致敬2008年的《陌生人》 同时也是2018《陌生人2》的剧集 此次导演计划拍摄三部作品 本片为第一部 作为三部曲的起点 影片恐怖氛围十足 剧情上也埋下许多伏笔 如片中出现的宗教宣传册 以及女孩口中奇怪的歌谣 这背后到底埋藏着怎样的谜团 除此之外 小青对片中瑞安的某些举动不解 独自逃跑途中 竟不管不顾大声呼喊 是否过于野人注目 以及她在与面具女对峙 明知得不到有用信息 何不直接了断 怎么看少一个杀手都是好事 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分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